游览车挡风玻璃角落的地方出现蜘蛛网装裂痕 这辆游览车转弯撞上斑马线上的行人 导致人一度受困车敌 这起车祸意外发生在23号傍晚5点多 61岁张系游览车驾驶行进台东池上197县道 准备左转进入中校路撞上斑马线上 正在过马路的53岁许姓男子 结果人被卷入车底 驾驶酒车只为零 该起交通事故详细发生原因 由本分局交通小队深入调查厘清中 经销货报到场都用吊车 把游览车抬起来救援 花了20多分钟成功把许姓男子救出 索性人意识清楚 头部手脚夺出擦伤 进行送往医院治疗 照射游览车驾驶工程 当时的确有看到人在过马路 但对方走到一半停在半路 因此造成车祸发生 当时游览车上搭载10多名旅客 要从池上回到台东市区 却在半路发生车祸 事故发生路口 设有红绿灯跟斑马线 照理来说 看到有人在过马路 应该要停下来 等到行人通过 才能继续往前开 这要是原因还要进一步调查厘清 TVBS新闻了解料判 台东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